民進黨台中選黨的候選人林佳龍 現在呢今天這個民黨黨內的天王 包括了蔡英文跟蘇嘉全 一起前進了台中黑派大本營搶票 那麼蔡英文跟蘇嘉全希望 能夠跟他合體掃接的方式 拉台聲勢 對於跟胡志強民調差距拉近 林佳龍依舊表示很有信心 而胡翔則說 投票日當天才是真正的民調展現 相信自己會獲勝 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來到黑派掌門人 嚴清彪當家的大甲鎮藍宮參拜 搶票意味濃 但場面似乎有點冷 是定好 三年 二年 二年 五年 三年 嚴清彪公開挺胡 林佳龍搶票不容易 不過身邊有四年前 曾挑戰台中市長的蘇嘉全 雖然當時落敗 但票可供下不少 這回輔選希望能將原線區的選票 通通轉移給林佳龍 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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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 豆下 不只蘇嘉全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再度和林佳龍合體敗票 全力搶攻中台灣 中台灣將是我們輔選的重點 彰化跟南投 我們現在都進入到一個 膠著的狀態 尤其是彰化 我們有一些程度的領先 所以彰化跟南投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最後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加強輔選的力道 不過台中市長胡志強 後進看長綠營不太擔心 他的情況其實還蠻穩定的 我們都還是維持一個 一定程度的領先的狀態 我們還是比較相信我們自己的民調 只有一個民調重要 台灣的民調 選舉民調是全世界最多的 然後大家在勝利裡迷來迷去 都沒有意義 只有一個民調重要 就是選舉 等到選舉那天你看看 選民會用眼睛 會用腦筋來做決定 民調越追越近 胡志強嘴上不說卻越顯信心 面對綠營天王出動 胡志強也辦造勢晚會 請副總統吳敦義站台 國民黨23號還要在台中辦黨慶 拉台中張投選情 決戰中台灣 藍綠天王硬碰硬 誰都有殊不得的壓力 有一點TV王世凱 志剛台中報導